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章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個 我們的尼控第一代大F的 所配備的FTM側光頭 它的使用方法還有它的電池 然後這個其實非常特別 因為大F大家都知道是尼控第一台的 使用F接緩的底片單眼相機 然後它也是一台全機械的 所以它不需要裝任何電池就可以 就可以運作 對它不需要任何電池 然後它機身上唯一需要電池就是這顆側光頭 因為那時候就是科技還沒那麼發達嘛 所以需要有一個側光頭 然後你要依據這個側光頭 然後來做你的快門跟光圈的調整 然後來可以拍出好的照片 然後首先呢 要用這個側光頭要先裝電池 它的拆卸方式是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這是後期的版本 所以它有一個撥桿 它只要一壓它的兩邊這個就會 它就會夾開 對 然後你在壓這個的同時 後面這個同時戳下去 戳到底 對所以你就 建議你是用側折的 建議是用側折的方式 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對 同時壓住這個 同時壓這顆 從這邊 然後就彈起來了 然後就把它整個 小心的 拔起來 要小心喔 很小心 非常小心 因為它的下面是就是 很非常的清楚 因為它是直接就是 透過這個對照片直接打上來 然後再進到我們的觀景窗了 所以可以看到 對它是一個反射的東西 對然後 首先呢 要先裝電池 雖然說它不用裝電池 可是 機器不用裝電池 可是它的側光表還是要裝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那這個的話 就看你是要用一塊錢 或五塊錢 或是甚至直接手轉也可以 因為它其實周圍有 這種紋路 你可以用手直接轉開 然後它的電池就比較特別 然後去找這個 不光用上打PX625A 就可以找到 然後它原本是PX625 然後因為是水銀電池 所以 後來就是耍鬼 環保什麼問題 所以它就是 停產了 不能用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替代品 然後記得 它還需要用到兩顆 所以你就買兩顆這個 它原來的設計率的電壓 是1.35V 這個是1.5V 可是 畢竟停產了所以沒辦法 就只好 就是將就的用 然後放進去之後呢 它其實你看不出來 可是它其實有一個開機的開關 就是 它的開機開關在這裡 你只要戳一下這個鈕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紅線的這個柱子彈起來 再看一下 它就彈起來 彈起來就代表它現在在開機了 所以記得拍完每兩照片 你要收起來 不然它會 電池很快就沒電 對 然後你收起來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測 因為你發現 關起來之後它還是可以壓 然後它這個可以壓 就是讓你知道現在電池的 有沒有電 看中間 這個側光表中間 有一個指針 你按下去這個按鈕 有沒有看到指針在跑 指針只要會動 然後它會顯示它現在的電池的電量 只要它動就代表它現在是有電的 然後 比如說你在開側光表 你看它跑到最左邊 就代表現在光線太強了 然後如果我把光線慢慢的遮掉 我把我台燈灌暗一點 反正它就是會跑過去 然後你要盡量讓它保持在正中間 只要它就是中間這個指針跑到0這個位置 就代表你現在照片撤光是完成的 它怎麼讓它跑到中間就是線關機 要怎麼跑中間就是靠這個 它這邊有一個連動感 然後你的 舊的那種 Non-AI的 手動鏡 它的 吐耳朵 後面那個鏡頭的吐耳朵會去推 在你裝上鏡頭的時候 它會去推這個 然後再是連動到這個側光頭 那就可以知道現在的光圈 然後來判斷你需要用怎樣的 的一個快門速度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 然後 裝上去一樣 應該希望吹層有吹一下 因為 空氣中會是很多 然後 裝上去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它前面有兩個這個卡索 所以裝上去比較小心一點 先捏住這個卡索 然後 先打開 壓起來捏住 然後 對準這個圓柱體 然後 放開 然後後面用力壓進去 然後就好 然後要轉一下它的 這個 ISO盤 它現在已經是卡好的狀態 對然後你要確定這邊有壓好 它這邊有時候會 沒有對好 然後 確定它不會動就是它 壓好 然後就可以開始 進行就是側光 開機 然後現在它沒有動是因為就是 我現在鏡頭蓋關著 所以它根本不會 側到光 我再一打開 你看它的指針開始動 你看 照一個光 越亮它跑越過去 越亮它就越跑右邊 所以 往左邊就是太亮 右邊就是太暗 然後只要到中間 它就是代表它的側光是完成 是準確的 你就可以拍照 好 以上就是這次簡單的 側光頭的使用說明 哈哈 真的 自己下輝 要測試 好像 霧